随着中国在昨天宣布 无限期暂停和澳洲之间的战略经济 对话机制下的所有活动 中澳的紧张关系再升一级 澳洲政府对中方的决定表示失望 但还是乐意向中方敞开大门和平对话 化解两国的分歧 澳洲贸易部长TN星期五 接受当地媒体的专访时 直言澳方取消一带一路协议 是基于国家利益和主权所做的决定 希望能够和中国展开部长集会谈 开诚布公地了解彼此的立场 他也强调澳洲理解两国经贸合作关系的重要意义 一来协助中国数以百万的人民摆脱贫困 二来也能够改善澳洲人的生活水平 两国互惠互利 相反的如果两国的商业往来受阻 只会两败俱伤 我们下来就去除复法 然后我们下来就去除复法 如果我们下来就去除复法 并非我们下来就去除复法